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桃园炉竹的南农市场 这里有一家隐藏版的人气拉面店 尽管没有店迷 没有招牌 但是每到了用餐时间依旧是满满人潮 招牌的臀骨拉面 一碗只卖50块钱的铜板价 但是灵魂汤头一点也不马虎 老板周夜勇每天慢火细熬12个小时 所以熬到变乳白色的汤头 喝起来非常的浓醇 配上了Q弹带劲的面条 只要50块钱的价格 暖心也暖了胃 但其实美味的背后 有着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桃园炉竹的南农市场 每天逼近中午用餐时间 总会传来真正铺鼻的臀骨香气 隐身在向陆里的拉面店 尽管没有招牌和店名 但一碗拉面只要50元的清明价 总是吸引客人闻香而来 50块超便宜的 而且货身价格 而且你要日本吃一碗拉面要两三百块 这边50块 而且他那个做的比日本还好吃 真的很便宜 一般在拉面店的话 可能都要一百六一百七以上了 对于他们50块 然后整材实料 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来两碗面好了 这边 那时候我没有钱 然后我拿着50块铜板 我要去外面吃东西 带着小孩子 我怕也吃不到什么东西 后来我就没有掉那个铜板 那自己有在卖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又想到这个 所以我就想 把那我的拉面都卖20块 评价美味的背后 其实有个令人鼻酸的故事 56年次的老板周叶勇 过去曾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后来旅居日本在出版社工作 专门采访日本的旅游和美食 但2000年的网路浪潮席卷全球 连带影响到出版业 周叶有因此失业 没了工作 差点走上绝路 我可能已经濒临那种 好像社会社会 会发映社会世界的那种 你没有要体会 所以有些社会新闻的时候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状态 对 当一个累积很长 没有工作 工作很不顺遂 然后可能精神上出了状况 对 那时候可能也就会有 这种情况会发生 面临人生低谷 他因此一蹶不振 直到父亲的一番话 让他的生活才有了转机 后来就是 我们 我父亲说 这里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空的那个穿廊 那就是说 这边离菜市场很近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在这边 就卖个面之类的 因此他开始摆起摊车卖拉面 但转业做吃的 投入全然陌生的领域 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我自己倒有 好 其他就把我撩住 撩住整个 大股把它撩住 其实 我一直在就是说 慢慢时间的累积 慢慢的摸索 然后一直在改变一种 这个对食材处理的方式 那猪脚他选的 就是算前脚 前脚他的肉比较少 他的胶脂比较多 周夜勇知道 汤头是拉面的灵魂 既然决心要做 就得从食材源头把关 不止大股和猪脚 每天新鲜采麦 熬的功夫更是得花费心力 两锅它有时候浓度 会不太一样 对 那如果有一锅比较浓 有一锅比较浓度 没有那么浓 没有那么浓的话 就是两个去中和起来 两大锅半人高的豚骨高汤 每天得持续加入 新鲜的猪大骨和猪脚 半火细熬12小时 熬出浓郁的乳白色泽 释放丰富的钙质和胶质 它这个就是猪脚跟猪大骨 开始释放的时候 像它里面的一些软骨 或是脚皮或是筋 它开始就是大概几个小时后 它开始慢慢融化到这个汤里面 这个骨头已经熬了一个多礼拜了 它已经很软化到一种 你用手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它剥掉 又香又浓的铜骨高汤 一口口喝下 像是在喝牛奶般的浓醇 乳白色又带有猪肉香气 细而Q弹的面条 配上咸香入味的叉烧 以及笋干 海带 玉米 水煮蛋的配料 日式拉面该有的风味 周夜永一样都没有少 但只要50元的价格 让人吃出满满的幸福 跟外面比起来一般的拉面店 一般的拉面店有些很贵 可是它这很平价 然后又吃起来不输它 50元的低价策略 靠着口耳相传 逐渐打出口碑 但由于隐身在小巷子 因此六年前刚开业时 上门的客人 几乎每天都是个位数 那时候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客人 很少人 有时候可能是五个人 有时候可能是六个 慢慢的一个一个 慢慢口耳相传 慢慢的客人才越来越多 开店第五年 他就从小摊车 扩大到一个小店面 卖的品项也更多元了 以前在外面 那种路边摊的时代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那个能力 没那个能力 再去多做其他的一种食物出来 那当一个东西 卖到一个熟练度之后 我们可能才会再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现在周夜有了菜单上 还多了一味乌龙面 面条Q彈滑扣 柴鱼酱油高汤 喝起来清爽不腻 另外人气炸鸡不止肉大块 吃起来软嫩不柴 还有着满满的鲜甜肉汁 虽然菜单上的选择变多 客人也跟着增加 生意好大可提高售价 但周夜勇说 五十元的拉面绝不涨价 这是他对客人的承诺 同时也是他对相同际遇的人 想表达的一份心意 五十块不会长吧 我已经很多人跟我讲 你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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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们不了解这种心情 或许跟我一样 以前跟我一样情况 他可以用着他口袋里面 一个五十块铜板 就可以吃到这碗吧 我一直坚持着五十块不变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炸鱼面跟池圆 叉烧炸鱼面好了 走过失业阴霾和人生低潮 把拉面店做为人生的新奇店 周夜勇现在把全部心力 投注在这碗拉面里 要用人人吃得起的铜板架 传递满满幸福的温暖滋味